香港《文汇报》今天引述大陆网友分析称 弹作军提到的第四代该潜艇应是095型攻击核潜艇和096型战略核潜艇 不过 香港军事分析家两国梁说 大陆第四代核潜艇推断应是097型和098型 但他说 第四代核潜艇所谓的研制成功与建造成功不一定是一回事 完成为计 预知一艘相当于原型艇1%或1%大小的潜艇 成功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 就算是研制成功 不过 建造是以后的事 两国梁估计 从研制成功到建成下水 并完成相关装备 起码14-6年或长达10年 香港《近报》预刊日前报道 大陆研制第四代潜艇多年 据说 第三代核潜艇至今尚未公开露面 也未被美国方面侦查到 外媒猜测称 中国最新战略核潜艇096型唐级可能已经进入建造日程 预计最迟将于今年底下水 据称 096型核潜艇配备更为先进的巨浪三型 其射程超过1万公里 而且可搭载导弹数量高达24枚 巨浪三导弹叫巨浪二型导弹射程更远 是096型潜艇得以覆盖 目前没有覆盖的北美目标 并且还能降低其被探测到的几率 提高了部署的灵活性 不过 这些信息的真实性目前还无法证实 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 源于西方国家的一篇报告 一张型号未知的弹道导弹和潜艇的照片 在2008年时曾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 这张照片显示 该弹道导弹核潜艇有24个导弹发射管 2010年初 前印度海军军官萨克胡甲曾撰文称 中国正在从事下一代096级战略核潜艇的发展工作 其外形结构跟094晋级核潜艇近似 很有可能具备在极地冰层覆盖下发射导弹的能力 在中国一旦拥有096型核潜艇之后 西方国家还为中国规划好了它的具体使用方法 在部署概念方面 更加安静的096型核潜艇能够携带更加先进的巨浪三星导弹 射程更远的巨浪三星前射弹道导弹 可以让中国采取一种冷宝式的部署战略 以将更大范围的美国境内目标纳入射程范围内 除了堡垒战略 中国核潜艇也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边缘巡航 以求获得更安全的核威慑能力 此外 近年来 中国海军航空兵和水面舰艇更新速度较快 实质有能力在第一岛链以西夺取局部海空优势 一旦成功 中国就能使其核潜艇沿亚洲大陆东源水域自由巡逻 即沿海巡航 可以威慑绝大部分全球目标 不过 国外专家还有更加大胆的猜测 中国还可能使用一种最具雄心的选择 那就是将核潜艇前置部署到西太平洋和大西洋 以让更多的目标进入其射程 这将是西方国家的夺兵力舰 这种公海巡航必然迫使美国派遣更多的舰艇和飞机到公海去跟踪中国核潜艇 由此牵制了美军用于其他方向的机动兵力 不过 前沿部署也将使中国面临与美国发生全面和对抗的风险 而这是前所未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威慑性巡航 因此 哪怕是适度靠前的部署模式 也会传递出中国核战略有变的信号 从而大大提升美方的威胁预期 在此情况下 即便中国陆机核空机核力量在首轮袭击中全部丧失效能 中国只要有一艘配备多弹头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存活下来 依然能展开破坏性极强的核报复 为运用高性能核潜艇 中国还建设了新的潜艇基地 可大幅提升中国的战略攻击能力 许多军事分析家认为 大陆研制第四代潜艇多年 而其第三代核潜艇096型之间尚未公开露面 这使098潜艇相当的神秘 098潜艇在航行的时候不会发出任何的噪音 就是一艘无声潜艇 使得核潜艇能达到50节最高航速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马力 比普通高速鱼类都快 目前我国的进度是世界上最快的 关于中国的第四代核潜艇 有分析人士认为 097和098最主要的改进之一就是推进系统 极有传统的螺旋桨推进改为电子超导流涕推进 无需螺旋桨 甚至不用方向多和水平多 在理论上 使用电子超导流涕推进的潜艇最高速度可达100节 在安静性方面 由于其并无螺旋桨和舵机等机械噪音 因此堪称大洋黑洞 难以被敌人发现 在潜艇与潜艇之间的战斗中 这种潜艇无疑将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为了建立有效的二次核反击能力 导弹和潜艇也将有大发展 总部署数量预计将达到6艘 达到平时海上部署2艘 紧急时期部署三艘的规模 以每艘核潜艇搭载12枚弹道导弹 每枚导弹携带3个核弹头计算 最大发射能力将达到108个核弹头 可以构成有效的对美威慑 中国的第四代核潜艇的战略型号 外媒已确定就是098型 其如果被命名为亲戚 根据此前的报道 它应该搭载的是巨浪3前射洲际弹道导弹 这是巨浪系列的第三代型号 据称其弹体尺寸上大大缩小 携载弹头数量更多 打击距离更远 命中精度大为提高 末端不但有幼儿弹头突防且隐身能力更强 目前 美国公开的报道说 巨浪3前射弹道导弹已经完工 正准备进行挺弹匹配试验 此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电子超导磁流体推进技术 虽然有很多优点可大幅降低潜艇噪音 但同时该技术也会带来潜艇电磁信号的辐射大幅增加 这对于携带现代词艺探测艺的反潜机来说 或许正是最好的靶子 就此来看 如何最大限度地解决第四代核潜艇的电子隐身 以及其水下高速导航问题 可能是其城外的最大关键 尽管外媒对中国核潜艇的动向的猜测往往不太靠谱 甚至是从中国的军事论坛上海量的无厘头信息中不奉捉影 但从中国地方高官披露的最新信息来看 中国在新型核潜艇的研制中取得了很大进步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据军事专家介绍 中国098型核潜艇采用了双翘体设计 满载排水量将达到25000吨 水下航速将达到70节 比美军在舰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还要快世界的速度 而098型核潜艇搭载的超导磁流体推进器造价昂贵 维护费用高 因此098型潜艇一旦开舰 据保守估计最多能够建造6所左右 用来对中国海域进行战备巡航和维护海上安全 著名军事专家引作称 098型核潜艇在武器系统上 配备12套垂直发射装置 搭载了更为现金的巨浪三型潜射弹道导弹 同时装备了24枚英机18反舰导弹和6具533毫米鱼类发射管 同时098型核潜艇还搭载有国产自主研制的主动性反潜探测声纳 可以迅速发现水下的目标 事实上 不仅是098五代核潜艇 中国的四代核潜艇已缺得斐然的成绩 095核潜艇已经达到美国主力核潜艇的实力 去年海军节前 尹卓在接受采访时还谈到 未来095或将建造14艘 上个世纪的70年代 一支代号为09的特殊部队诞生了 这就是中国的核潜艇部队 作为各国海军的杀手锏部队 我国的这支核潜艇部队曾持续90周夜长航 创造世界核潜艇一次长航实践新纪录 作为我军战略铁拳 初步具备了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 他们连续42年守候核安全 从未发生核事故 这支神秘部队藏身于大洋之中 虽然总有惊心动魄的时刻 但每次出征都悄无声息 尽管此次表现出色 但凯旋时却默默无闻 谈到为何选在这个实际解密 中国核潜艇部队时 尹卓还曾表示 现在解密是因为我们中国核潜艇军队建设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军更加自信 透明 我们也愿意跟世界各个国家在军备 军队发展上建立互信 增大我们的军事透明度 现在公布我们的核潜艇部队 当然还有更新的 因为我们是使用一代 研制一代 还在探索一代 后面还有很多的新技术 这也说明了我们的自信 尹卓说 这支核潜艇部队42年来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让大家为之起敬 值得大书特殊 当然也要让大家了解这支部队 现在公布核潜艇部队 跟当前日本搞的演习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 任何公布核潜艇的信息 对企图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警示 也是一个威慑 我国的核潜艇部队发展建设42年了 早就形成体系的作战能力 谁要对我有不利的行为 我们有核潜艇用来对付它 据媒体透露称 该潜艇配备12套发射装置 装备弹道导弹 此前曾有报道表示 预计中国在2025年左右 中国海军将会拥有3到4个航母战斗群 到那个时候 第四代战略核潜艇将配合航母编队 组成强大的海军力量 成为中国海军的作战王牌 未来预计将部署6艘这样的核潜艇 以每艘核潜艇搭载12枚弹道导弹 且每枚导弹携带3个核弹头来计算的话 那么一次起射就达到108个核弹头 美国媒体表示 这样的打击能力恐怕美难以承受 曾有媒体质疑中国核潜艇 在世界核潜艇范围内处在什么样的水平时 我国军事专家表示 在世界范围内 能够研制战略导弹和潜艇的国家并不是很多 主要是因为很多核心技术 他们还无法攻克 譬如压水堆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项很普通的技术 因为如果是放在水平潜艇上 对大小的要求很随意 但是要应用到潜艇上 那么对大小要求就很苛刻了 一定要做到足够小才可以 那么随之而来的技术 很多国家没法解决 另外 核潜艇的动力问题也必须要解决 对吨位的要求极高 然而这类技术对于很多国家而言 一直都是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 中国核潜艇的发展 其实已有多年的经验 早期我国潜艇的吨位小 行程也是无法实现远距离作战 更重要的是噪音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很容易会被敌方的侦测系统监听到 而且还没有配备远射程的战略导弹 而我国如今的战略和潜艇 不但能够潜出第二导链以外进行作战 而且还装备了携带分导弹头的弹道导弹等 每每感叹为何中国可以研发出航行速度这么快的核潜艇 专家称 这就是中国的速度 在096的基础上研发的098型号 核潜艇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动力系统 该核潜艇采用电磁力作为推动力 而现在的核潜艇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的螺旋桨作为动力源 采用电磁力作为推动力 最大的优势在于无声 现在有许多巡洋舰或驱逐舰 都装备了超声波探测器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超声波技术已经十分成熟 不仅用于军事 也广泛用于医学方面 超声波技术能够对核潜艇进行定位 但电磁力系统能够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抗干扰 我国核潜艇事业的迅速发展 能够在未来的海上战争中争得话语权 我国核潜艇事业的迅速发展